上市相应法 密法里面有三宝的总集是上市 因此上市也称为第四宝 对上市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要把上市观想在他自己的右肩上 或者是在自己的头顶上 可以观想上市在自己的心肩 特别在睡觉的时候 当然这个必须要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话 你也只能观想你自己有信心的佛菩萨 你们可以观想观音菩萨 但是这样的观音菩萨的话 这是没有办法了 如果有上市的话 就是上市的那种加持的 就是应该是更殊胜的 更直接嘛 因为观音菩萨对你来说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福报 因缘见到 就是你自己还是不信 简单讲 因为你说观想观音菩萨在你心里面 不相信观音菩萨真的在你心里面 你那个信心不够 但是你观想上市在我心里加持我 这样比较亲切一点 就是说这个信心比较容易建立起来 你为什么说上市加持得大 其实因为上市跟你在一块 天天在帮助你修行 就是说上市的那种悲心 那种智慧 你天天都体验到了 那么你这样祈祷的时候 他就是比较容易生起信心来 我们自己应该体验得到 因为这个上市是最亲最近的 应当你成佛的人 这里讲了一个怎么样 城市上市的一些要求 讲了三个方面 我这里讲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已经归上三宝的缘故 而三宝具有如此功德的缘故 所以对自己的善知识 上市从身口以各个方面都不要 非常的恭敬 就是有恭敬心 有很多方面要稍微注意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做到 当你对上市恭敬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你的行持 你的礼节上自然就会出来了 这个就不需要太多的教 我们中国人都懂得一点 因为都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 第二个是针对上市的话语 你对上市升起信心的时候 你要知道上市的一切语言 全部都是正法的加持 这个时候你要想上市的话语 和经续论所讲的一切 都是毫无相伪的 直言片语都绝不会违逆的 不会怀疑 不会多做异想 只是依教奉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佛法要想成就 我那天说了 就是八个字 如是我闻 依教奉行 其实真是你要做到这八个字 你也就成就了 那么你要觉得自己有烦恼的时候 你就合掌念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就有大加持力 你就念三遍 马上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的信心 还有的加持 都会很快就升起来 因为一切经典 开头都是如是我闻 结束的时候 都是一较风行 当然你记得这八个字 三藏十二部 就是都在里面 当然这个如是我闻 这个如是两个字 也不是那么简单 而且慢慢地修正 里面有很深的含义 并不是这么道听土说了 或者是听来的一些话语 如是这两个字里面 就是要真实 并且可以修正 我们的信心呢 有些时候不够 佛在这个涅槃经中讲过 我现在不注视 未来以文字的象征注视 所以对文字要生起真实的恭敬 见到了金函 也要生起真佛一样的信心 就是佛说的经典 就是有这个如是我闻 一教奉行 这样的字 见到这个金函 就是要生起真佛一样的信心 佛不注视的时候 我们只有靠金函 离开了金函 我们怎么样识别善知识呢 我们怎么样来验证呢 就没有办法皈依了 你光讲有佛 没有法 怎么有三宝啊 没有三宝 你上师怎么体现呢 因为上师是三宝的总集嘛 那么你首先要对三宝了解 那了解三宝 最重要的就是法了 佛也得从法上去了解 生宝也是一样 你对生宝的这种信心和功力 也得从书上 三藏里面去了解 所以说法是核心的 法是特别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汉地的这个法不兴盛了 大家都不懂正法了 所以说中国的佛法就兵临灭绝了 真正的具有真实的出离心的 然后有菩提心的出家人 就是兵临灭绝 极其难忍恶趣诸苦痛 是为恶业火爆或清云 故与恶业纵然舍生命 用不及躁是为佛之心 这个就叫法院一样 这个是下世道的修法 今天还有一个博士跑到这里 问我要这个书要那个书 他还说他最早的学 赤神罗主堪布的法 后来又学了贵地法师的法 然后呢今天来向我这里求法 学的挺深的 智商也很高 但是呢他现在有障碍 婚姻上有很大的障碍 他也是讲了讲了 就是这个杀他的心都有了 然后最后就是说了不起 就一块下地狱 又不是没下过 我说你这样不行啊 我都劝你 但是他又听不进去我的话 下次倒没学好 他这句话都是说起来容易啊 真的到地狱里 他一分钟都待不住啊 不想待 那苦的不得了啊 后悔啊 来不及了 任何地狱的众生 都是会后悔的 所有的在地狱里的众生 没有一个不会后悔的 哪也不后悔 肯定后悔 极其难忍了 恶趣诸苦痛了 不要说地狱的众生 现在那个触到的众生 都很苦很苦 整天被宰杀 现在都用很残忍的方法来偷杀它们 过去啊 还好一点呢 那个猪死的还比较痛快 不如现在的 这些动物被杀的时候 现在的动物死得很惨 现在的动物 那个猪被杀之前呢 他还要拿水给他灌饱了 压那个水龙头 给他塞在肚子里 给他冲 给他把那个水给涨起来 然后在那儿就杀 电晕了 然后还没有死呢 就放在水里泡 反正就是现在的动物 就是比过去那个死的 就是更悲惨 屠杀的手段更残忍 那你更不要说地狱了 那在地狱里你想一看 你怎么忍受呢 所以说他那是说大话 这个下世道都没学好 他对这个轮回啊 还是没有生起坚定的信心 如果生性因果的话 就不会 所以说呢 也还是会早 纵然舍命不着恶意 要做到这一点 你的下世道修得就不错了 这个就是下世道的一个要求 三有安乐 草间露水同 本即虚于外灭之有法 为正永不变迁解脱过 自信勤勉 是为佛之心 三有就是三界众生 三有的这种安乐呀 就是这个坏苦 将草间的露水 虚于坏灭 为正永不变迁的解脱过了 自信勤勉 这就是中世道 如果你解脱真实的这个心呢 非常的坚定 然后精进的羞耻 那么解脱到也不是很难的事 其实在这个末法时代 成就是很快的 现在人就是愿意修 愿意愿意修的话 成就特别快 在这个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物质丰富嘛 修行太方便了 过去人修到很艰难的 我是体验过的 自己砍柴 自己做饭 过去吃的东西还经常缺少 你想想一百年前 在舞台山 大雪 风山 你吃什么呀 那个时候也没有煤 烧点油粪 然后烧点柴火 你没有电灯 在深山里面 又都是闪的 供养也很艰难 所以说你在舞台山修行 经常都挨饿的 过去修行是很难的 就光出家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很多寺庙都很穷 你想去出家 人家不一定敢收你 养不活你呀 对不对你很能干 或者家里有供养 一般的寺庙没办法了 后来怎么办呢 就是赶金探 后来这个佛法没落了 供养的人少了 又在深山里面 想供养的人也太远了 供养不过去 就骑着马 骑几十里路就供养 那有信佛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呢 缺供养怎么办呢 那就自己种 是吧 自己种点粮食 挖点野菜 咽点咸菜 就是过去在山里面 修行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最喜欢 是喝西饭吃咸菜 过去出家的习气 过去的人就是这样修行的 就是咸菜加西饭就不错了 弄点地瓜 种点菜 哪里有什么那么多菜 能活着就不错了 修行 其实说到了清朝的后期 修行越来越艰难 在唐宋的时候就不一样 唐宋的时候 一个是信佛的人多 基本上前面信佛 成就的人也多 所以福报大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不错的 那出家人很有钱 所以后来不是灭佛吗 就这个原因 出家人太有钱了 大片大片的土地都封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出租给那些 世间人种 然后输租 粮食也不用自己种 大量的供养 到了明朝的时候就越来越惨了 到了清朝后期 哎呀 出家人非常艰辛 所以很多人不懂 中国什么落后了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佛法落后 法灭了 道德数字越来越低了 所以中国人落后的不是别的 就是我们的德 我们这个德没有了 厚德载物 所谓的物就是指我们的物质 有德的人不可能没有物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 那我出家的时候没有衣服的 全国都找不到一个生意厂 我记得我没有一件新衣服 有一件大褂是别人不要了 都给我捡来穿了好几年 后来衣服就越来越多了 到处有生产厂家 大量的送 吃的穿的就是太丰富了 现在修行就是 修不出来有点对不起佛菩萨 也对不起护法的人 这也是佛菩萨的一种方便吧 我们现在修行 只要你想修行 不可能不成就 过去为了吃饭都很艰难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出家人 现在还有这个习气 还是能过家家的那个习气 特别是女众的寺庙 她老是想干活干活 她老怕没有供养 一天到晚就想着没供养 没饭吃 现在还有很多寺庙 都是这样的原因 她是过去带来的习气 她担心没供养 担心没饭吃 要不去做佛事 来补贴这个生活 她不知道 只要你好好修行 就不会去吃的 他们就把这个因果搞颠倒了 大家要精进 我讲这个话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修行条件太好了 你只要想修行 一定会成就 过去你是衣食都有问题 现在你看修行的条件 听法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用电脑来听法 可以不断重复的关修 这太方便了 过去讲了你没听到 就过去了 现在都可以录音 这条件太好了 只要你真想修行 不可能修不成功 希望你们要珍惜这一次的因缘 这一次应该是太殊胜了 那珍惜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 也是告诉你们 这太殊胜了 你们要珍惜活着的这一生 这一生是我们成就的一个大机会 真的 因为现在你想闻到正法也很容易 你像一百年前你想闻正法 即使有大善知识你也找不到 你到哪去找去 中国这么大 那知信又不发达 你到哪去找去 那个时候就是战乱的年代 吃饭都有问题 你想修行 苦啊 他们那代人是很苦的 再加上你看解放以后 有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从解放以后到八十年代 像我那个提督师 解放前就不要说了 解放后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期 才开始慢慢的 稍微可以有点饭吃 应该说吃饭能吃饱子 那个庙里面都是很苦的 我去过一些小庙 我记得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去参训到那个小庙里面去吃饭 就是稀饭加咸菜 我出家的时候都还是那样 现在没有了 所以那个刚出家的时候特别瘦 无所谓 反正是修行 无始始来 欲我大辞明 诸母痛苦 自乐有何用 不为救度 无量有情重 法普利钦是佛子行 这个是上师道 我们都学过了 这一集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每一个祭送都很重要 你要是按照这个词底 一步一步 学清楚了 学上来 各个都可以成就 要过关了 就是一个一个过 你觉得你这个真的发起来了没有 发起来了就可以过 我没发起来就好好修 好好修这个菩提心 那这菩提心呢 有很多要修的了 那我们这里就不讲了 我们学的很多了 正义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的修法 下面一个叫世俗菩提心的修法 无边痛苦 希求极乐身 圆满大绝 称由利他心 故将极乐 以他诸苦痛 真实相患 是为佛子行 那就是修持他相患 我们自己都希求安乐 众生都一样 那要成就圆满大绝呢 要由利他心 利他的心就可以成佛 故将极乐 以他诸苦 做交换 因为我们都是利己的嘛 我们把利己的心 拿来利他 你就可以成就了 你就可以成佛 你看我们对自己 这种利己的心呢 那就不用说了 无时无刻不在保护自己 无时无刻不在利己 自利 对自己呢 那是无为不自 积功俊瘁 始而后已 那我们拿这种心来利他 我想我们就能成佛 你看刚才念的这句最重要 众生都是希求极乐 那利己众生的时候呢 我们是应该尽量的去 帮助众生解除痛苦 但是解除痛苦 我们并不是要尽量地去满足 他的私欲 众生有痛苦的时候 我们要引导他 不要造苦因 你的痛苦从哪里来的 你要让他知道 作为一个修行人 一些基本常识呢 他是应该懂的 谁人以大贪求心 敬夺我财 或令他夺等 当以身极受用三四三 回向其人 视为佛之心 各种方法抢夺我们 或者叫别人 把我们的东西抢走 那以后我们这一点也要做到 不说是什么感谢他吧 就是说以后你们遇到 有人抢你们的东西 特别是抢劫的人 你们千万不能够去 跟他发生冲突 抢你的时候 就给他就算了 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嘛 抢你的时候 你就说 等会等会 把身份证还给我 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拿走 就是以后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要去跟人家打架呀 冲突啊 就是没有意义了 这个就是智慧 这也是慈悲嘛 你要真的遇到了 这就是你的业了 我们不要跟他发生冲突 也不要起称恨性 回向给他 给他做故事 当然抢走了以后 你该报警报警 这样的 你也不能说 都让他抢吧 大家都让他抢 横行霸道是吧 那也不行 他今天抢了 没人报警了 明天就抢另外一个人 也不用报警了 那他不是天天抢 抢上瘾了 报警是 维护社会的一个秩序 这是一个社会公共道德 不是说 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 有人抢劫了 你也不报警 你这叫慈悲吗 也不一定 这是一个社会秩序 你要维护 你该报 还是要报一下 这样的话 警察会加强 治安的治理 至少他 明天可能 不会来抢别人 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 把钱拿回来 有些人 被抢了以后 就会受伤了 或者出现了命案了 如果我们报了 可能就不至于 发生后面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慈悲心 慈悲就是看你 怎么发心 众生造恶业的时候 虽然我们 不可能发生冲突 但是我们也可以 给他做回向 回向他 不要再偷了 或者回向他 早点被抓住 以后别再偷了 能够 弃恶从善 这个也算是回向 回向不是说 回向给他天天抢 永远不要被抓住 那你这样做回向吗 这好像不是慈悲 对 起虽为作丝毫过世 他人且欲令我伸手分 既大卑力将比一切罪 受取受至生 是为佛子行 这个都是极其难做的事情 我们自己 虽然没有伸好的过世 他人呢 就想令我们伸手分 就是要杀死我们了 这样是看什么情况 当然了 你打不过他 就给他做回向了 他拿刀要杀你 你也打不过他 那就让他杀了 不要对他洗称恨性 打得过他 还是最好把他打败 把他抓起来 不是说你打得过他 也让他随便把你杀掉 那也不是傻瓜 菩萨修安忍是没有错 但是呢 你明明可以把他制服 你也让他杀 这样就不对了 那就没智慧了 制服他 不让他杀 你不让他造这个罪业 然后呢 可以教育教育他 甚至可以把他引来学佛 甚至也可以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让他受教育 是这样的意思 并不是说 这个机子说了 以后谁要杀你 你就让他杀 这里说这个 释迦摩尼佛 修忍辱的时候 也是忍辱先忍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就把他肢解了 然后呢 问他 还能忍吗 忍辱先忍说 我没有什么不能忍住的 但是我想未来有一天 你在我身上 私下的自己痛苦 会在你身上承受 所以我对你产生了 很大的悲心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是一个修行佛法的人 我的来生能够获得 善取或解脱的佛果 我没有什么好痛苦的 而对于你来讲 我真的特别的悲悯 你看一个菩萨是可以做得到 因为对他来说 他修忍辱 他没有恶报 但是呢 对这个国王的话 他未来的果报是悲惨的 所以说呢 他就特别悲悯 就这样国王 把他的四肢前不砍断 如果先生是真正获得了 大菩萨底的圣者 所以他被砍弹的手 脚中流出像牛奶一样 白色的液体 这个时候国王也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流血 去流出奶呢 因为我许多生世以来 唯独对众生生慈悲心 没有任何的脑害 这样的果报是我这样 现在因为你将我的身体 结结断坏 所以现在我发愿 在未来世 等我成就无上菩提 就进佛果的时候呢 我用我的智慧的宝剑 把你的我慢和执着 把你的分别念和气气 也全部一节一节的斩断 让你成为我的眷属当中 最初被度化的弟子 说完之后 仁若仙人就去世了 之后大地流动震动 天宇曼陀罗华 到最后 我们的大悲导师 释迦摩尼佛成就佛果 佛陀最初的五个弟子之一 乔城楼就是当时的这个国王 这就是佛陀的愿力 其实呢 如果我们观修无我的话呢 那么呢 修安忍也是很容易的 因为你观修这个色身呢 不是你 你要很清楚 这个受孕也不是你 这个无印都不是我了 他砍杀的都是些什么呢 身体都只是一个木偶一样的 这个心呢 也是刹那生命的东西 砍杀不到的 他杀的是什么呢 他杀的是我们的罪业 被杀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能够安忍 那我们就业就消了 这个业被砍了 这个国王啊 把忍辱先人的这个 我慢和执着 分别念和息气 砍断了 可能他还有一点点我慢 否则的话 他就不需要修这样的修法了 他剩下最后一点点 一丝一毫的这种我慢和执着 分别念和息气 被这个国王给砍断了 那国王不知道 国王是用恶念来干的 但是在忍辱先人的角度里面 砍掉的是你的慢心 还有执着 所以国王最终 也能得到这样的古报 虽然当时 他是要受苦的 因为用嗔恨心来干这件事情 他是要得到 这个下地狱的痛苦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还是忍辱先人成佛以后啊 用智慧的宝剑呢 来断他的慢心和自主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修 修行呢 发愿菩提心是要有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正量 来量力而行 你打扰什么样的正量 做什么样的事 有些菩萨的行为 你是模仿不了的 只能随喜 你不能模仿 发心是没错的 做事情一定要量力而行 对一个菩萨来说 代表别人来杀害你的身体 你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能躲还是躲 并不是说 好吧 来吧 死了拉倒 死了他也得陪你去死 不是这样 躲不了了 那就算了 故意来杀你 你也不躲 就迎着他的刀子上 他本来不想杀你的 你一迎过就正好杀死了 这并不是自私啊 众生要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躲 事实上也是对他的一种慈悲心 他要故意伤害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故意让他伤害呢 也不是这样 但是他真的已经伤害到了我们 我们对他不要启程恨心 不要慈悲他 给他做回想 伍作菩萨说 作为修行呢 我不需求没病 因为病可以使我的罪业消除 这样一来就成就了我们所有的罪障 都清净的助缘 如果有病 这非常舒适 你看我们有病的时候 就想着赶快治病 真的有病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是不治病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病而生任何烦恼 发菩提心来做一些回想 一方面消业障 一方面可以观想 待受众生痛苦 作为菩萨呢 外在的对身体的病痛 对内在心理的痛苦 包括对敌人 鬼魅 还有没有做过罪业 却无辜受害 这些各种各样不快乐的事情 出现的时候 都能够休息安忍 不论产生的痛苦和快乐 是我们往昔的业力所导致的 如果快乐是过去的三月了 恶业了 现在我们就会感受痛苦 所以这只不过是修行的助导而已 要这样认识 所以现在产生任何痛苦的时候 心中要产生一种欢喜心 这样非常的好 可以使我们的罪业得清楚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我们要是真的遇到各种痛苦的时候 我们要产生欢喜心 因为这很难 就是我们要欢喜地接受 已经发生了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那没有发生了 那当然你还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也不要去故意地去找查了 修行修到一定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 没有违缘了 他这个过去的业少了 这个年龙上司也说了 向护法交代事业的时候 要向他们说 我现在要修行忍辱 去找一些冤期的债主 让他们给我制造一些痛苦 不快乐的事情 可我们现在也不会 也不敢去嘱咐护法 给自己找麻烦 我们现在面对痛苦 想摆脱都来不及了 还敢嘱咐护法 把我们找事 没事找事 所以说你们不要去担心师父 师父没有 是不是 你们还是自己好好修自己吧 瞎担心 师父这有护法 什么都有 师父没交代护法 给找麻烦就不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